这是一部满新的小日子电影 全篇时长70分钟 小编我绞尽脑汁才把能播的汇总在这里 友情提示 观看这部电影需要准备好一大包纸巾 女主小美是一个续闲的家庭主妇 丈夫杨伟可以随意在家里对她进行功能检测 因为肚子迟迟没有反应 丈夫对她一直很冷漠 幽怨的小美得不到丈夫的爱 渐渐地产生了孤独寂寞冷的情绪 这种情况下 很多女生都会自己帮助自己 这天小美来到海边散心 正好看到捡垃圾的小帅 见她笨手笨脚的样子 小美主动帮助她一起捡垃圾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熟络起来 晚上杨伟刚回到家 本想喝一瓶啤酒解解法 没想到看到了红色高跟和黑丝 作为有钱人 肯定不会拒绝主动送上门的美色 而这一切都被隔壁的小美听得一清二楚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和小帅一起出来兜风 哪怕摔倒了也洋溢着欢声笑语 两个人在海边尽情地奔跑 看着小美天真浪漫的笑容 小帅更加卖力强 于是在海浪的推动下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无人的海滩上上演了一场扑克大战 可第二天小美就收到了一封信 打开一看 里边竟然是自己和小帅的照片 而勒索电话也随之而来 如果不想杨伟知道 就准备500万 此时的小美后悔莫及 自己所有的家当加起来也不够 很快到了约定交易这天 但小美只带来了100万 她恳求对方把照片给自己 但对方说自己只是传话的 于是小美被带到了幕后老板二狗这里 而小美也在这里被老板欺负了